感谢观看,今天带来的是真骨雕凯武,定价9900日元,大家都知道凯武的1.0是做得非常优秀的,放到现在可能也不是非常的过时,所以说这款究竟对于1.0上面升级了多少,我们来进行测评吧。 首先是盒子,真面就不用多说了,是真骨雕常见的这种一个大头,然后高饱合作的那个历绘,后面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注意说一下的,就是换装玩法和巴龙一起的玩法,实际上虽然是着重宣传的重点,但实际上单买这一款产品的话是没法实现的,各位要注意,配件一共就这么多,我觉得9900日元这个配件也不能说特别小,特别是现在日元持续贬值,虽然又涨回去了,至少没把大成丸绑到摩托车里吧。 大家都知道,凯武的1.0是比较优秀的,所以说我们这次真骨雕就不可避免的拿出1.0要做对比,但是我这1.0的凯武是没有的,但是我是有圣红形态的,大家可以直观的对比一下。 首先这个金色上面,圣红的金色应该是跟那个凯武的金色是完全一样的,所以说这个金色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亮的,比圣红的金色是要好看一点的。 比一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,像圣红这边的比一,就是1.0的比一会比较偏黑一点,然后这里就比较偏紫一点,我是觉得真骨雕的那个比一是更好看的。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这个金色这边也是广为诟病的一点,就真骨雕这边说是,大家都说金色这边是圣线,不是浮雕,不还原皮套。 但是我看这个圣线是一点出界都没有的,然后金色的浮雕都做得很精美吧,所以说我觉得真骨雕这样也不是未尝不可吧。 就是仔细看的话,真骨雕的底衣这边还会有一些类似皮套还原皮套的褶皱,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,会给整个手办的真实感增加不少。 同时腿部的金色这边也是跟1.0做出很大的区别,同样的我是觉得这次的金色是真骨雕这边比较好看一点。 真型方面可能是这次真骨雕升级最大的一个点,但是我觉得这次的升级非常的不讨巧。 首先是真骨雕的腰这边是完全做成了水桶腰,这个比圣红的加上庄甲的腰都要更加厚了,然后同时那个头也是做得更大了一点。 只不过这种我觉得是更加还原真实人的身材比例吧,很难说熟优熟烈,但是我只能说非常的不讨巧。 相对于1.0来说,个人觉得这次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。 刀带方面,因为1.0的就是当时的腰带还没有流行偷色,所以说这个看上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 像1.0的那个铠骨的标志也是做出来的,只不过小刀这边是2.0明显是要更大一点。 这次草莓跟菠萝的锁扣都有附属,然后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,像上面的数字基本上都有还原。 只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草莓跟菠萝的锁种是没法进行展开的,所以说你就没法放到腰带上。 所以说如果你想还原那两个形态,所以说请购买9900日元的配件包。 但是这次的做工不得不说还是相当的精致的,然后拿到手里,真的是就感觉是非常精致的一个真骨雕,这跟1.0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不能比的。 如果是你让我1.0跟真骨雕选的话,那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真骨雕,只不过要考虑到价格。 现在1.0的市场价格是2500日元左右,真骨雕是9900日元,可以买4个1.0了,那我肯定会选择1.0。 武器方面我想着重介绍一下这把大尘丸,这大尘丸做的涂装是非常漂亮,都采用了金属漆,同时这两个金属漆之间的过渡是非常的突兀的。 然后所以说就是极度还原了那种尘子那种,就是里层的那种跟外层不一样的那种质感,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到位的。 同样跟这把小剑也是可以进行合体的,变成这把双头的剑。 同时通过简单的卡扣也可以直接卡到腰上。 因为八龙还没有到,所以说是下个月才发售,所以说这里只能简单展示下换装玩法。 首先我们现在得把脑袋拔下来,这里我已经拔下来了,然后这非常非常简单,就可以把整个尘子的装甲直接带起来。 这个玩起来,把玩是非常流畅的,这点是我是非常欣赏的。 然后脑袋部分,这边后边的那个后脑勺的那个尘子也是可以取下来的,然后就这样的话就可以,就是虽然有两个洞,但是就裸脑袋就出来了。 然后脑袋我们这边把副眼挖出来,然后这个里面的果肉挖出来,然后再把原来的脑袋盖回去,然后再把天线插上。 然后这个,然后再把脑袋最后揭回去,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于来说的凯武肃体了。 虽然凯武没有登陆形态这种说法,但是这个能还原那个水果没有接上去那一瞬间,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让人感动的。 这是真骨雕相对于1.0的更多区别。 而这个换装流程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流畅的,所以说很期待之后跟巴龙之间的换装一定会非常的有趣,只不过这是必须要购买后续产品能体验到的玩法。 产品还附属了一个橙子的敷衍,应该是给巴龙用的,那之后我就不知道它如果是出了更多的其他骑士,它这个没有敷衍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,这我就比较想知道,可能其他骑士就用不了那个橙子形态了吧,我推测。 谈可动性之前,我要先说两个非常影响可动性的要素,就是腰上这两个就是挂扣吧,然后它是只采用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原装连接的,你只要腿部呀腰部呀什么的,稍微就会抵到, 然后一抵到的话就会弹开,这个我记得也是在甲面骑士腰带上面比较常见的一个设计,但是只能说非常的简陋,个人觉得是完全很费劲的。 然后头部的话,因为后面有个大帽檐,所以说上台幅度是比较受影响的,左右侧摆也是比较受影响的,只不过我觉得也够用了。 然后肩部这边比较可惜的是这个水果,虽然是可以向上打开的,但是这里就没有做出一个转轴是假的转轴,所以说它就没法把头照起来,就比较可惜吧。 然后肩甲是台,所以说上台是完全可以的,然后这边有两个小的阻碍的东西,只不过这边有一点点稍微拉伸的关节,所以说我觉得手部可动性是够用的,这个拉伸出来。 腰部的话,受到这个大的装甲影响,所以说下摆,再加上凯午的腰带比较大,所以说下摆幅度是比较低的,只不过上台是没受影响,侧摆啊什么都是没受影响,非常大的。 然后腿的话,这边踢腿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,因为凯午没有侧裙甲,没有类似侧裙甲的设计嘛,所以说是毫无阻碍的。 只不过腿这边是没有拉伸关节,这点可能跟1.0是不一样的,虽然好像我也记不得1.0有没有了,然后屈膝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,脚的接地性也是非常不错,脚的接地性可以到这个幅度。 这次可动性我个人觉得还是够用的,可以摆出一些大张力的pose,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款真骨雕凯午做的还是非常优秀的,但是考虑到1.0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进步空间,所以说这次的进步是相对有限的。 我的个人看法是,如果是追求极致的玩家,那买真骨雕是准没错,但是如果是只是一个普通玩家想体验一下凯午,那我觉得1.0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合适了。 好了,我是费加里斯,关注我可以看到全网最快最速的手办模型冰测,我们下期再见。